因此特首林鄭月娥 他宣布要实施更加严厉的防疫禁令 像公共交通 居家 工作间 政府部门 以及红白二世等 都是受到扩免的 宗教活动也不受限 不过著名的黄大仙慈 也决定从星期一起 关闭两星期 而对餐厅酒吧等 则有六项规定 从六点开始 餐厅的座位要减半 而且每个桌子 要有英米半的距离 所以餐厅准备 把大餐桌都要收起来 疫情之后 这家杭州菜馆 生意只剩过去的两层半 因为我们这里 你看着都是大台 一位一位来吃饭 你别想说天 都有12个人一台 这一部分看着没有人的话 那更是雪上降霜了 这里坐一张 那你之后 只可以那边角落头才会坐一张 那店只得四个角落头 坐大概两三个人 可能有机会 之后有机会煮饭来吃的了 或者会多些吃即食面 另外六大场所 包括所有电影院 健身中心 浴室 电碗中心等 也一并关闭最少14天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 李锦华的报道